作词 李宗盛 如果命运的排序 没安排我们的相遇 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 掌心总而了无际 繁星也暗虚 爱是泛然不同的天界 站在皮肤的命里 心动轨迹 得转心意 因为你 这几万 已算一 这爱情是注定 一场一段一片一弹都是你 一瓶一笑一言一心都是梦境 这一杯喜醉喜生生不息 美的物与伦彬 这下来 你 启禀天君 元征虽有过错 但是 毕竟曾建功于我天族 更何况 元同将军数万年来 兢兢业业 有功无过 只因其兄义人的过错 便惩处一族 实在不该 还请天君法外开恩 不该 什么时候起 摩执义务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了 他入了魔 使他十万天兵天将给他陪葬 对于上仙 你要不要去问问那十万亡灵 他们的死该还是不该 天地有戌 万物有道 皆因有法可疑 我天族乃统一六戒之首 如果天族的律法招令西改 那么天君还如何掌握六戒 说得好 如果本座没有听错的话 战神是同意本座说的话了 怎么 战神也觉得应该严惩原家吗 无规矩不成方圆 真君统领天宫占卜多年 治君严厉 九尘佩服 元征乃天族战将 心智不坚 被魔所获 残害同胞 此乃大罪 无可辩驳 天君 九尘身为私战之神 肩负除魔未到 护卫六戒之责 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战部的异常 以酿成大祸 尤渡山之义是我之过 请天君降罪 人疏能无过 当年你能够及时地发现异常 在幽都山封印魔君 已是难得 九尘 你在长生海已沉睡了五万年 不必如此 凡人常说 此不叫父之过 我身为元征统帅 李英卫自己的战将负责 而且 当年幽都山内 那入了魔的十万天兵天将 皆由我亲手所杀 我一身杀孽 便是再在长生海炮上五万年 也是无法洗清 罪与罚皆在我一身 还请天君降罪于我 九尘 你这又是何苦呢 元家已无难盯 元同在之真相后 深感愧对天族 已然自费五万年修为 此命辞去天宫战将一职 愿从南天门守门天兵做起 以赎元征之罪 还请天君网开一面 罢了 你既执意如此 百姓 小仙在 传令四海 天族战神九尘 治君不严 玉下无方 导致生乱 先令九尘前往紫云台 领七道雷行 众卿观行 不得迅思 领法旨 另外 念在元氏一族 已无难盯 而元同诚意悔改 此事就此作罢 叩谢天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元彤 神尊去了紫云台 待你元家受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罪 沈罪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怎么打起雷来了 这 怎么好端端地打起雷来了 这天宫也下雨吗 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 八成是哪个倒霉弹正在受罚呢 天哪 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 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形 七道天雷 这哪里是受罚啊 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 沈尊呢 沈尊去哪儿了 大殿仪室呢 沈尊 阿凶 沈尊 沈尊 怎么办啊 亲爱医官 我师兄如何了 神尊法力高强 以神力扛住七道雷击之行 但动用了大量神力 导致寒疾复复发来势汹汹 我别无他法 只好先封了神尊的神力 你封了我师兄的神力 这 不然呢 小仙曾多次劝诫神尊 不要妄动仙法 可神尊置若妄闻 还用神力去对抗雷形 不封了神尊的神力 难道要送他回长生海 再造一座兵宫吗 青鸟医官 神尊到底情况如何呀 天君那边还等着消息呢 小仙以九灵之术 赞封神尊七夕四十九日的神力 可赞保他无恙 时日已到仙术自解 也就是说 这段时日 神尊神力全无 正是 那神尊日后之 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 在这四十九日内 安心调养 好好吃药 应该无碍 那就好 对了 青鸟医官 我师兄神力被封了之后 这日常上可有什么不是吗 上神竟然这么担心 自己常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诸位 神尊乃是天族战神 如今暂时神力 唯恐萧小之辈 趁机作祟 还请诸位 谨言慎行 我等知小仙众 嗯 神尊 灵犀都快要吓死了 你以后不要这样了 你以后不要这样了 我漂流 在水天一色的银河 看月光 当七层层层 在梦中 你悄然掀起了 周折 牵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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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会继续 横里 你试我月色 却无从够冷 痛啊 倾盼而下 让月花作浪花 去拍打 不敢沉默 一丝生结果 飘泊于新的水光 为你洗着一生的苦涩 我漂流在水铁一色的银河 但月光荡起层层映过 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抽车 牵引尘 牵引尘 天空它带给我银绝的快乐 与你在梦中的星辉 你却已留成我此生的泪泊 总靠谱 我花一色 愁唱两处歌 你送我月色 却无从高楼 痛吧 倾盆而下 让月化作浪花 去拍打 不敢沉默 一丝生结果 飘泊于新的水光 为你洗着一生的苦涩 哈哈哈 随你笑行 随你翻唱歌 不恨此花费尽恩怨为恒 你看 赤月淡淡 任凭海水刀花 也绚烂 梦的两端 你向我走来 月波洒满无尽海 月你入怀 安心的空海 站住 十三啊 你又要进去干吗呀 这神尊昏睡多日了 我打温水给他擦擦身子啊 你给我师兄擦身子 对啊 怕什么呀 那以前我们在军营 不都是一个同理洗澡的吗 十三啊 如今你已经是女儿身了 不要总提以前那些事情了 再说了 灵溪在里面 你就不要进去伺候了 把水蹲下去吧 你 去吧 思命 云峰尚神 沈尊还睡着呢 我刚刚进去 他睡得可香呢 怎会昏睡这么久 我 思命 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哦 这些是凡人用的药品 沈尊施了神力 天宫的补药药性太重 我怕他承受不住 哦 切记 这些时日 沈尊就是一个凡人 怕风怕凉 身体虚弱 一定要秦家看顾 天宫 虽然没有猛擒凶手 但像小青鸾 逐日鸟这样的飞擒 到底是未开灵智 一定要看紧沈尊 别让他被鸟雀所伤 那鸟雀 还能伤得了我们家沈尊 他也不怕崩了他的牙 给我吧 我先下去了 不应该呀 应该早就醒了 怎会睡这么久 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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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沈尊睡了多久 沈尊 你已经睡了七天七夜了 是谁用九龄之术 封了本尊的神力 沈尊请息怒 是我师姐 好大的胆子 沈尊 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师姐 他也是一番好意 沈尊受了雷击之刑 寒疾复发 若不赞封神力的话 恐怕 罢了 请神尊用茶 青阳医官可有交代过 封了神力之后 会有什么不适 师姐说 神尊暂施神力 就不能正常吞吐天宫的仙器了 虽是上神之躯 却与凡人无异 会渴 会渴 会弱 会异常疲惫 需要睡眠养神 本尊问的不是这个 本尊指的是 会不会 头晕 起门 无力 好像中途一样 这个 师姐好像没有提过 神尊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神尊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神尊 本尊是中途了 怎么可能 除了我们几个 根本无人知道神尊施了神力 那云峰上神 也是亲自在这浮云殿外镇守 这寝殿内 小仙一直在此 寸不为离 神尊你说 到底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 敢对神尊下毒啊 你说本尊睡了七天七夜 是 这七天之内 你可有开过门窗 没有 这门窗若是开了 这爹爹好不容易积攒的热气 岂不是都要跑出去了 神尊你放心 小仙知道神尊未寒 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啊 那你知道 火炉密室燃烧是会中毒的 有 有吗 可我们不是神仙吗 本尊被封了神力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神尊 这个如何是好啊 神尊 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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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 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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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尊 这里的云雾太大了 湿气重 以你现在的身体 不宜久坐 容易风湿 开窗 清尧 清尧 你是从福音殿回来的吗 对啊 那你见到神尊了吗 见到了 神尊怎么样啊 没有大碍 没有大碍 前些天你就这么说 玉雷先君 玉雷先君 听说战神前不久 收了一个小仙鹅入殿 不是说那是谣言吗 空穴来风也未必无音 战神向来不苟言笑 像这种消息 过去又如何有过 听说呀 战神这次恢复生育 也与那小仙有关哪 还有这事 战神向来重恩 听说啊 那瞎见小仙模样还不错呢 没准战神这次 真是动了心啊 那可有福气了 一步登天哪 是 你是 小仙灵溪见过仙君 请问仙君 你是来找我家神尊的吗 果然是你啊 上次宴会匆匆一面 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小仙鹅 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看来本仙子 还真是看走了眼呢 玉黎元君 灵溪 你就是那个生在桃林 休息五万年至今 仍是帝贤 可真没长进 你的生父勒伯 曾掌管耀王栋 后因醉酒勿事 被逐出了天宫 玉黎元君 你到底有何事啊 你若无事 我就先走了 这有什么急啊 青瑶是你的师姐 你还有一个 整日到处寻衅打架的狐狸师弟 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母族 连生母是谁你都不知道 去哪儿啊 本仙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那仙君就在这里慢慢说吧 小仙可没兴趣听 修为不高 脾气倒是不小啊 好吧 说了这么多 就是让你明白 你呢 除了在浮云殿做仙鹅以外 再也不可能与神尊 有别的什么关系 所以不要痴心妄想 痴心妄想的人是你吧 对啊 就是我呀 我长得比你美 修为比你高 我可以 你就不可以 好了 我现在就要去见神尊了 神尊 要往洞玉璃求见 进来吧 灵溪 进来吧 神尊 这九龙神火罩 是当年祝龙火神 以制炎神珠打造 上课九龙宁炎仙镇 又经地火 催烧了三万余年而成 父亲说 这对神尊的寒疾有所帮助 妖王有心了 灵溪 把东西收好 是 父亲还说 前阵子他外出云游 耽误了神尊禁药 内心十分不安 好在我们药王洞 清瑶衣官还算尽职 不然 还真是犯了大罪过了 药王严重了 其实 玉璃的医术 不比清瑶衣官差 以后神尊若是不嫌弃的话 玉璃可以 清瑶衣官很好 多谢仙子 本尊最近身体不适 仙子你可以退下来 灵溪 带本尊送客 是 玉璃元君 请吧 那 玉璃改日再来探望神尊 玉璃告退 小仙送玉璃元君 不用你送了 这儿 我比你熟 那正好 元君慢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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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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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更爱睡觉 我爹每次一喝醉 就睡上个三五年的 这世上不爱睡觉 整日修炼的 恐怕就只有神尊你了 你不用待在这儿了 小仙多嘴了 你把这儿带走吧 这 这个是燕王给神尊你的 你个性懒散 每天都在睡觉 所以秀为才那么差 此物属火 对你大鸟一族大有必疑 你把它留着吧 谢神尊 小仙告退了 我去吧 我去吧 我去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活足 小人全足被奸人所害 小人 愿追随莫君 肝脑涂地 白死不悔 你追随本君 小人愿为莫居 解除之骨 九尘耗尽神力将本君封印在此 鲜血打上自己的性命 就凭你 别敢妄言助本君挣脱之故 小人 当然没有那个实力 但小人可以 揭开副灵院 召唤幽冥之门 那是神魔两界的通道 幽冥开 一万魔兵会拒绝回下 那个时候 我却就再也不用怕那些虚伪的终身填足了 你是猎仪的儿子 是 谁 人 死 猎成 今 我在 mol 啊 我最好想你 你死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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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把他体面 我死了 我死了 救命 就黑痴来劫 属下已等候多时 黑痴拜见恩主 去 找一名五万年前 生在幽都山的女孩 她身负神魔之力 正是魔君 所需之人 属下遵命 是 众号果然没死 她入了魔 入了魔 她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真是天助我也 国师 她去了汉山族 寻找助力 并且已经获得了魔刀 虽然魔刀是残缺的 威力还不大清楚 但是却不容小觑 如今小秦她的话 恐怕要费一番功夫了 她还不配得到魔君的真传 她既然得到了魔刀 想必 魔君有事情要她办 据说她在帮魔君 寻找五万年前 出生在幽都山的孩子 国师 会不会是 五万年前 当年魔君和战神大战 难道 难道她是国主的女儿 我 信我 我的孩子是生是死 我生你 莫还 我们的孩子还活着 我一定会找到她 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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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开些 虽然还未找到公主 但得知公主尚且活着 这也是难得的好消息啊 国主 总会有和公主见面的机会的 不许好 广且 莫欢又是丹鸟一族人 现如今 丹鸟族极为稀少 像这种特殊的血脉 是容易找到的 但愿吧 那好吧 我 怎么许好 霉鸟 都不愿意 阁下可是勒伯 正是 不知您是 山陵族凌悦 原来是山陵国主 有失远迎 失礼了 不必多礼 不知山陵国主 此次前来 所为何事 早就该来的 不知勒伯 可失得此物 这是 这是莫欢师弟的销啊 凌鱼 见过师兄 莫欢是我夫婿 我与他情投意合 私定终身 可怎奈我夫妻 莫欢已经死了 五万年了 你说什么 大仇我已报 只是这些年 我过得浑浑噩噩 不愿再提往事 竟忘了来告诉你 凌鱼 失礼了 我过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三言两语将时空倒流 一瞬间看透 一场欢喜一场空 可念不可求 满心无人动 爱不知可否 忘了留恋的时候 最不能回头 扑空的双手 无人回首 软语又欢笑 若情的识情的拆脱 认识的是否 一着不舍 一生难得 为你忘记我 只心遇见 始终的相同 痴迷了太久 我用这一走 翻开星空 真实的血肉 多少次对情相拥 转眼又心送 将如其他一顿弯 走成了狐狂 让回忆细衰成流 随我如春秋 梦里四伤 梦里四伤 梦外无忧 绝望是怀伤 你人在身后